秦始皇 司馬遷 孫中山 宋美玲 哥倫布 納破倫 愛迪生 希特拉 一個個熟悉的名字 一段段驚心動魄的歷史 古今風雲人物 主持 張偉國 曾卓妍 和你細數古今中外 全奇人物的風雲時跡 公元九四七年年初 揭丹首領耶律德光 試圖以武力入主中原 受挫撤回北方草原 途中病死 經歷這場慘烈的摧殘之後 中原政局混亂不堪 各路兵馬群龍無首 後進河東折道市 北京留守劉之縣 在揭丹南侵的時候 能夠保存實力 揭丹撤退之後 劉之縣迅速領兵進入開封城 接收揭丹撤走之後的亂局 於是建立五代的第四個朝代 後漢 楊葉年方若冠 也即是二十歲左右 在家鄉冰州太原重軍 加入石敬堂所統領的河東軍團 被編配在劉之縣的徽霞 劉之縣的包弟劉崇 成為楊葉的直轄上司 劉崇對於年輕的楊葉非常賞識 將他收為義子 楊葉就改姓名為劉繼業 劉之縣稱帝之後 第二年精月駕崩 由少帝劉成佑繼位 劉之縣包弟劉崇 就繼續鎮守河東軍團根據地北京太原 支援少帝 可惜少帝劉成佑年輕嬌橫 信任舅父李業 排斥異己大肆殺陸 大將國威極為憤慨 於是發動兵變 討伐昏軍 誅殺奸臣 最後 國威控制汴京開封 建立了五代之中的第五個朝代 侯州 劉之縣包弟劉崇 在北京太原得知以後 就在太原稱帝 以後漢成雞者自居 拒絕承認後州 劉崇所建立的割據政權 史書上稱為北漢 而劉崇的義子劉繼業 也即是楊業 就是北漢政權的重要將領 古今風雲人物 又和大家見面了 我是張偉國 我是曾卓賢 大家好 繼續講楊家將的故事 上次我們講到 舌丹首領耶律德光 郭德後進的少帝 我們所謂的石松貴 背叛他 我們叫做亡恩負義 於是親自領兵 供佛後進 經過四年的苦戰 而河北很多軍閥 心存僥倖 希望耶律德光給他好處 於是背叛石松貴 最後結果耶律德光 攻陷了開封 將石松貴老劫回到北方 自己留在開封 自稱皇帝 變成了廖朝 誰知廖朝只存在三個月 這個耶律德光 缺糧 有病 私鄉 於是最後結果 退兵回到北方 誰知走了不多遠 便死了 他的屍體 便被他的兵 運回到北方 便留下一個 所謂開封的亂谷 如何處理呢 當時的軍閥 虎視眈眈 便玩了一個遊戲 叫做先道先得遊戲 那誰可以先道先得呢 便鎮守當時的 所謂河東軍團的根據地 這個河東捷道士劉之苑 率先出兵攻入開封 奪取了所謂政治的控制權 便成為了後漢的開國皇帝 這個劉之苑 上次已經說過了 是一個所謂木馬人出身 追隨石敬堂打天下 後來石敬堂任命 他鎮守這個河東 做河東捷道士 鎮守太原 他的弟弟劉宋 就是這個楊令公 即是楊葉的所謂頂頭上司 而在這個奪取過程裡面 奪取帝位過程裡面 楊葉當時已經重軍十幾年了 而且大概是三十二三歲 估計他在這個戰役裡面 是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他的地位不斷地上升 但是歷史沒有記載楊葉 在劉之苑奪取政權過程裡面 立了什麼功 但是就有升職 不斷地升職 而且劉之苑做了皇帝之後 就將這個河東 這個所謂河東軍團的根據地 河東捷道士的位置 交給他的弟弟劉崇 來控制掌管 而這個楊葉也成為了劉崇的養子 改了名叫劉繼葉 所以我可以看到這些很複雜的歷史關係 反映到一件事就是 在這個亂世之中 有軍隊就可以有權力 所以後來歐陽修 在讚醒五代史的時候 曾經說過 在當時之時 能夠兵強馬葬者為天子 這個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其實歐陽修也不只是講過那個朝代 很多時候 這也是歷史改變一個重要的因素 但是在這個五代的時候更加厲害了 沒有人以道德可言 而且隨時反面 隨時背叛 劉子彥奪取了所謂開封之後 成為了新皇帝 但是沙陀的兵團已經削弱了 因為經過歷史的所謂戰事 經過幾代的一種淡化 沙陀兵的戰鬥量 其實已經慢慢削弱了 但是當然 後漢要建立一個所謂的強大的禁衛軍 來拱衛政權 於是劉子彥也引用了很多漢人的將領 當然有很多人背叛他 例如西安 當時的長安 也有些軍閥割據 在河北 在淮北一帶 也有些軍閥割據 於是劉子彥還用了一個很重要的漢人的軍官 這個漢人的大將就叫做郭威 劉子彥當皇帝不夠一年就死了 由他兒子叫做劉崇佑繼位 這個就是我的少帝 劉崇佑是一個年輕人 大概20歲左右的年輕人 就覺得郭威權力太大了 他幫皇上平定了西安的洞狼 打到河北的軍閥 歸附朝廷 這種情況之下 權勢太大了 於是劉成佑就覺得 不如想辦法搞定郭威 但在那個時代 這一類型的手握重兵的陣長 的確是要防 是呀 他怕會有什麼意欲 於是劉成佑就派郭威 鎮守著葉城 今天是安陽以北的地方 寒丹和安陽中間 有一個城市的葉城 曾經是曹操首都 但是葉城去了之後 這個郭威整個家的家庭 男女老友 留在海豐首都還用人質 劉成佑聽了有人的說話 就說這個郭威反叛 於是就把這個郭威全家殺了 幾十口人全部死了 郭威聽聞這個消息全家被殺 非常震怒 於是在他的住地裏 跟軍人說 這個主上對我這樣 我忠心耿耿 你都不相信我 殺了我全家 我不如起兵作法 於是他軍人就 把那支王旗 把那支王旗撕下來 就披在他身上 擁護郭威的新皇帝 然後率頂郭威的軍隊 攻回開封 一打就把劉成佑打敗了 就奪取了所謂後漢的帝位 這就是第一次的所謂王袍家身 這次是事急之中的王袍家身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郭威成為了新皇帝 打破了河東軍團 控制大局的局面 那麼 郭威是一個 有一些叫做威信的人 對其他將領非常好 人亦都不算仁慈 不過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就是他所有的老婆子女 全部被這個劉成佑殺光了 少帝殺光了 那怎麼辦呢 那麼他幾年紀又差不多 都有差不多了 於是他就把他的外生 他姐姐的兒子 收養為養子 他姐姐的兒子 是一個年少的軍官 叫做柴榮 姓柴他叫做柴榮 那麼這個人呢 在沒多久之後呢 繼承了郭威 成為了這個新的皇帝 那麼我們稱之為 是周世宗 或者是柴世宗 即是那時後漢就沒有了 後周就出來了 後周出來了 這個姓柴的人 這個柴榮 是五代時候 所有皇帝裡面 是最英明 是最有魄力 而且是最正常的皇帝 真的很奇怪 亦都有一次比較大型的北伐作戰 不止 他還打敗了南面的南唐 碧南唐將長江以北的土地 全部割讓給後周 而且攻打這個薛丹 收復了薛丹的瓦橋 石敬堂當初割讓給薛丹的瓦橋關 不過柴榮在繼位的持久 都不夠一個月 北漢的所謂劉崇呢 就出兵來攻奪後周和北漢中間 因為劉崇還控制著這個太原 建立了所謂北漢 攻奪兩個政權 邊界的高平地方 這個高平也是非常出名的 如果你看過這個 春洲戰國時 戰國時是一個很出名的戰爭 這個秦國大敗趙國於長平 這個長平是長平之戰 活埋趙國四十萬的航兵 這個長平之戰的長平 就位於高平 當時叫高平 北漢的軍隊打入高平 準備攻入喉州 趁著國藝死了 柴榮正正在職位 後漢就沒有了 後漢就沒有了之後 北漢就還在 北漢就是十國的其中之一 就是喉州滅了後漢之後 那班原本留宋留在太原的守軍 又或者是河東軍團 一定不服氣 他就不會跟著變後州 所以留在北漢 而剛剛柴榮計劃一個月 他們兩家勢仇 立即打起來 高平開戰 高平開戰 誰知道周世忠 柴榮很厲害 自己親征 親自救高平 而且擊敗了北漢的軍隊 而且包圍太原 不過包圍太原沒多久 因為糧食不計 沒有辦法 唯有撤兵 撤兵之後 大家安然無事 重新穩定到邊界 不過這次戰役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一個重要的人物 就是楊葉發揮了重要作用 因為楊葉在北漢 建立沒多久 慢慢他成為了重要的將領 而且他有一個綽號叫楊無敵 而這個楊無敵 他就是在北漢時期已經有這個名字了 楊無敵的敵人是誰 我們沒辦法想像 原來就是周世忠柴榮 就是在高平戰役之後 周世忠柴榮攻打太原 在太原 苟為不下 然後因為梁盡退兵 究竟誰能夠將周世忠柴榮的軍隊 打到成勝追擊之後 再將他打走呢 這個其中一個重要將領 當然就是楊葉 古今風雲人民 張偉國曾卓妍主持 我又問你了 我們一向說楊無敵 為何楊無敵 不是抗寮呢 因為北漢是跟寮國 當時仍然叫薛丹 維持著軍神關係 他仍然像石敬堂一樣 向薛丹清神立共 而且劉崇仍然是移皇帝 所以薛丹是幫助北漢 一個沙陀人建立的北漢 跟薛丹是好關係的 是他的老闆 沒有理由打架 是他背後的支持者 等於現在世界正確 有某些國家 跟另一個國家對角 背後還有超級大國 超級大國做為支持 劉崇武幾天死了 由他兒子劉繼元 劉繼恩等繼位 這是另一回事 而楊葉在這個時機裡 就冒起了 成為了北漢的重要將領 他抵擋的敵人 當然就是周世忠柴榮 好了 當周世忠南征北戰 一個二十多歲 一路打到三十歲 他在位十年 誰知道 他準備跟薛丹仁決一死戰 要攻入歐洲 收復今天北京當時的歐洲 之前一殺一下 忽然感染了重病 就要退兵回到開封 養病 退兵回到開封養病 半年周世忠就死了 非常可惜 周世忠死的時候 臨死之前的半年 他回到開封之後 他做了幾件事 他當時的殿前刀點檢 就是禁衛軍的頭 就叫做張永德 是他的姐夫 他馬上將張永德 調去外面 鎮守一些外地 另外一個就是馬步軍的指揮官 這個叫做安崇榮 另外一個親戚 他就把他調去外面 這個電前師 就留給兩個中級軍官來接管 一個就是年輕的 新進的軍官 叫趙康印 趙康印在周世忠攻打南塘的時候 立了一些功勞 所以得到周世忠的信任 但是他的年資很淺 只有三十多歲 大概三十三歲左右 而另外就是韓通 做馬步軍 趙康印就做電前師 將禁衛軍的指揮權 交給兩個年輕的軍官 希望他沒有太威望 異於管理 異於管理 於是乎 沒有多久死了 幾天就死了 死了之後 他認為很安靜 他的兒子當時十幾歲 十一二歲 就認為趙康印可以輔助他的兒子 誰知道趙康印更猛 在繼位之後 都不夠一兩個月 剛剛農曆新年來了 年初一 北方邊疆有一個緊急的軍情報告 薛丹人又打來了 於是趙康印親自領兵 渡過黃河 預備抗擊薛丹人 誰知道 渡過黃河 那一晚 駐紮在陳橋翼的一個地方 大軍駐紮在那裡 那一晚就爆發了一件事 這件事 我們使稱為陳橋兵變 這件事都很忌諱 以後有機會就說 但是 首先說趙康印 模仿郭威的做法 發動了一條兵變 由軍人擁立他做新的皇帝 然後大軍隊回到開封城 取代了北周的少帝 做了新的皇帝 建立了我們的宋朝 趙康印 就算怎樣聰明也好 如果當時 柴榮不是將他的頂頭上司 調走 張永德 對 他由二把手 轉了一把手 其實很可能他再英明 都一輩子都沒有機會 對 時機也很重要 很難說 因為柴榮不相信張永德 因為張永德是他的姐夫 現在在禁軍內的資歷很深厚 所以怕著張永德有什麼移動 但是在歷史記載後來 張永德是一個比較上溫和的人 在宋朝的時候做高官 但是對這個軍隊已經逐漸不過問了 所以張永德能夠明哲保身 一直到他百年歸老 都是享盡榮華富貴 雖然是前朝的駒馬 但是仍然是好待遇 趙康印做了新皇帝之後 當然他耿耿於華幾件事 就是葛具政權仍然在 於是他制定了一個策略 曾經一次打北漢 最後結果又被北漢退回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北漢能夠長期堅守抗擊後洲柴榮的進攻 後來又抗擊趙康印的進攻 有些學者認為 與楊葉的戰鬥所謂的指揮 是有莫大的關係 有些傳說、演義、楊家將演義等等 都說楊葉與趙康印的大戰那一場 當時說到趙康印是圍城太原 圍城已經打倒第一棒城牆 趙康印竟然是將軍 電前刀檢檢,即將軍出身 打進去 打進去後 竟然守軍開城門 然後楊葉衝出來 是砍他 差點砍到他 趙康印就嚇走了 有這樣的說法 所以楊毛迪其實發揮了非常重要的功能 即是楊毛迪第一個對手就是喉舟柴榮 第二個對手就是趙康印 兩個都是漢人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有些人說楊葉是否宋朝的忠臣 在他最初幾十年的光陰裏 並不是 因為宋朝建立的時候 楊葉大概已經四十多歲了 所以已經是中年了 所以他在軍隊裡的影響力非常大 當趙康印做了皇帝 當然剛才所說的 打北韓就打不到 薛丹人在背後就撐住他 於是便打南邊 所以他有一個先南後北的策略 將南方的割舉政權 譬如南唐、馬洲、後屬這些政權 一個一個滅了 提提提南唐就是李毓 寫出了不少南唐最好的詞人 他這麼不幸運就去皇帝 南唐滅了 馬洲即是葛據湖南的馬氏政權 然後葛據四川的後屬政權 我們所謂孟廠 亦是一個著名的文學家 國家也沒有了 被宋朝一個一個消滅 留到最後的時候 當然了 宋太祖在位十幾年就死了 於是乎 由他的弟弟趙康義繼承這個帝位 當然趙康義和趙康義之間的矛盾 是非常複雜的 在這裡我就不詳細說了 有機會我講到趙康義的時候 再詳細說這些內情 然後當趙康義做了皇帝之後 所有的國家幾乎都滅了 為什麼唯獨北漢在這裡 於是乎趙康義就希望他能夠建功立業 能夠建立大一統的政權 於是乎決定親自領兵消滅北漢 於是乎趙康義又成為了楊武敵 即是楊葉的重要對手 今次情況就不同了 所謂楊葉其實是輸了的 因為為什麼呢 在趙康義的領兵攻佛之下 北漢滅亡了 而劉繼葉即是後來的楊葉 投降了給宋朝 成為了宋朝的將領 都很慘的 他傳說家歷史 楊葉其實一直都守得住 不過皇帝先行投降 皇帝都說要投降 投降給趙康義 那劉葉當然要跟著投降 當時也說勸行的過程都相當感人 其實他不想投降 趙康義有一個優點就是他愛財 他一定不會殺他 誰都要他留下幫宋朝做事 最後楊葉就說 好,我就留著淚投降 這個小說這樣說 做了宋朝的將軍 當時楊葉已經接近六十歲了 盧護將 究竟情況之後 以後的情況如何呢 留下席繼續 好,再見 謝謝 好,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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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見